很多家人在家做八爪鱼,一炒就是咬不动 今天我来告诉你正确的烹制方法和技巧 首先将八爪鱼爪步洗净,再抠去头部收入内脏 然后再切成段 喜欢吃辣的,切着青红姜黄条 八爪鱼一定要凉入下锅,加点料酒,水将要烧开的时候捞出 锅里油放入葱姜蒜干辣椒爆香,倒入尖椒炒至断生 放入生抽,爆入香味,倒入八爪鱼,盐鸡精白糖胡椒粉 水第二杯勾馅,大火翻面均匀,装盘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,如果你还有什么海鲜不会做的 就在批林区留言,明天安排